接下来题目在考左右相反 我在白纸上面写礼画 然后问你把它放在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你要看这个题目怎么出的 有人拿一个发光题 你从他的后面看过去写的是一个P 然后问你镜子里会长成什么样子 有的是在纸上面 你转头看纸写的是一个P 那请问你镜子里长得什么样子 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好,你要看看我们怎么做的 我在纸上写上礼画 然后把纸摆在镜子 垂直摆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面的礼画长成什么样子 这原则上平常的说法就是在考左右相反 好,我本来是写个礼画 要成一个正立相等虚向 但是左右会相反 所以礼画反过来 翻过来变这样 翻翻面变这样 就是透过纸的后面来看的样子 所以答案就选了叫做书 好,一样 衣服的袖上培育品中 站在平面镜前 那么在平面镜里面所看到的两个字 这个挖鼓里面是 怎么样 怎么样 好 哪一个 帅哥男 帅哥男 帅哥男叫做 三四 一粒 一粒 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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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翻过来就对了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就对了 所以长这样 OK 来 刚才写礼画 现在也写礼画 但是刚才是直立的 现在是平放的 平放的 那镜子里面的礼画长成什么样子 好 来 Eleven Eleven B 一样 就是 这我们给各位做活动了 直的时候是其实前后有颠倒的 前后是有相反的 我看是往前镜子里是向后的 好 所以长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 原则上这种题目在考所谓的左右相反 问平面镜的成像性质的左右相反 很简单 OK